雪海茫茫一巨龙 八旗漫泉海关风 明朝开国以来 不仅竹蒙园于墨北 还将关外辽东地区纳入统治范围 陆续招服大量的女真部落 并对这些女真部落实行分而治之的机密统治策略 一面招服中顺听话的部落 一面打压桀骜不驯的部落 不断制衡维持稳定局面 关外女真大致分为剑州海西与野人三部 明朝万历年间 剑州女真首领诺尔哈赤 借着与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良交后的便利 逐步吞并了剑州内部诸女真势力 实力大为增强 而后更野心勃勃 不断发动兼并海西女真的战争 最终成长为女真诸补中的最强者 李成良当初纵容诺尔哈赤扩张 为的是利用努尔哈赤更好的控制女真人 但随着李成良被弹劾卸任 他苦心经营的局面却慢慢走向了失控 努尔哈赤虽然对明朝表现得十分忠贞 但实际上他的家族直接或间接因明朝而死的成员不计其数 本人更有五名直系亲属直接死在了明军手中 对明朝可谓仇恨深重 长久的忍辱负重都是为了争取时间积攒实力 可当实力增长到了一定阶段 复仇的火焰却是再也掩盖不住了 明万历四十三年 诺尔哈赤基本整合了剑州女真 以及除了北关外的全部海西女真 并于四年创立金国 史称后金 建成与宗主国明朝分平抗礼之事 诺尔哈赤建国称寒后 没有继续轻取妄动 而是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继续积蓄力量 其间征讨黑龙江东海等野人女真诸布大获全胜 实力进一步扩张 然而后金天命二年 后金境内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 后金的女真人因缺乏食物被饿死无数 民怨沸腾 诺尔哈赤为谋取自身的生存 终于将目光转移到了南方的明朝辽东地区 万历四十六年 在家族仇恨以及不足生存的多方因素下 诺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正式举起反明大吉 见封直指明帝国辽东镇编再要地 自此也拉开了他对明朝廷的复仇大漠 诺尔哈赤首先率八旗军 齐袭辽东北部咽喉辅顺辅顺关 辅顺关位于魂河畔 是名与女真护士之所 里面藏着明朝廷大量的财博、粮草 八旗军出手不凡 仅用七日便攻下了禁军辽东的要地 首官名将尤其将军李永芳投降 千总王命印等将士立战而死 齐开得胜的诺尔哈赤 随后又以风卷残云之势 攻陷了辽东大小十余个宝寨 将各城堡人畜三十万 以及城中海量的财博、粮草、西数 迁移到后金境内 有效地缓解了因饥荒产生的社会矛盾 诺尔哈赤公开反叛 大肆攻击辽东的消息传至京师 朝野为之震动 为加强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 朝廷决定新设山海关镇 并重新启用杜松为总兵 杜松自来清 陕西御林人 世代将门 此人吴勇超群 冠绝三军 早年 蒙古人进犯明河套地区的 安边、淮园等地 他领兵讨伐 大破蒙古套扣 还曾主动出赛进攻 多有斩获 为蒙古各部位聚 被视为当世名将 此外 朝廷还特赦辽东 京略之职 让杨昊出任 杨昊 自京府 近世出身 之所以获任 辽东京略 也因他是明廷中 为数不多的 熟安辽市的高级官员 他早年 曾任山东参议 驻守辽海道 曾率部 进入辽东地区 与达达作战 并以 京略朝鲜军务的身份 参加过 抗涡元朝的战争 在文官中 素称之兵 在兵力的召集上 明朝廷从全国各地 征调兵力 赶赴辽东 总计共调请一帅 七总兵 将士共十一万 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集结辽东 除了官内援兵之外 明朝廷还前使 邀约 与诺尔哈赤敌队的 海西女真北官部 朝鲜 共同出兵 诺尔哈赤 在建立后金之前 历时十五年 灭亡了海西南官 哈达 乌拉三部女真 而北官作为仅存的一支 海西女真 自然是深知 纯亡齿寒的道理 因此 对这次的 剿灭诺尔哈赤的 作战态度 尤为积极 决定发兵一万 随明军 征讨后金 各地大军 浩浩荡荡集结辽东 为鼓舞士气 明神宗决定 特赐杨浩 上方宝剑 总兵以下 不用命者 得以军阀从事 先斩后奏 希望杨浩 可以借此 弹压全国向事 尽早地完成评判事宜 明军在辽东 重兵集结 摆出一副 跟诺尔哈赤决战的石头 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杨浩 也连夜赶赴辽阳 与关外重将士 协商出征事宜 全国士兵 陆续到达辽阳 现在摆在明朝廷面前 还有一件 很是头疼的事情 那就是筹奖 俗话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万历早年 内阁首府张居正 有感于财政紊乱 收入日减 于是大规模整理财政 经过一番改革 国家服务库 确实阴拾了许多 但等到万历后期 明朝廷在万历三大争中 共耗费响金 一千二百万有余 将张居正 任首府期间 积聚的国库储备 全部耗尽 故此 朝中不少人 希望对后金的用兵 能速战速决 以免旷日持久 掏空国力 连日来 京中官员多次敦促 杨昊尽快出征 迫于无奈下 杨昊也只好加快 出征的进程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 杨昊绝技 采取分进合机之策 兵分四路 一举捣毁后金 四路大军分别是 西路军 及辅舜路 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 保定总兵王轩为副将 率宣府 大同 山东 陕西官兵 三万余人 由沈阳出辅舜官 严魂河右岸 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西路军配备了明军 近一半的火器装备 视为主力 南路军 及清河路 以辽东总兵官 李如柏为主将 领辽阳副总兵士 参将 赫世贤等将领 率辽东 和京营官兵 两万余人 由清河出 押舜官 从南面 进攻赫图阿拉城 并承担支援各路的任务 北陆军 及开园路 以原开园总兵 马林为主将 率河北 山东等官兵 两万余人 连同海西女真 北关万余人 从静安保出发 驱开园 铁岭 从北面 进攻赫图阿拉城 为次要主力 东陆军 及宽殿路 以辽阳总兵官 刘廷为主将 率湖南 湖北 四川等南方官兵 一万余人 会和朝鲜军队 从宽殿保路 由两马殿出发 从东面 进攻赫图阿拉城 作为阳攻的 宜兵部队 阳浩本人 则坐镇沈阳 居中指挥 并保障 后方的稳定 这样大规模的 军事行动 很难瞒过 诺尔哈市 书生协气的阳浩 干脆 遣后金逃兵 带书信给诺尔哈市 声称 明朝集结 天兵47万 并以发兵日期 万历47年 2月21日相告 企图 威吓诺尔哈市 及后金上架 但诺尔哈市 却并未因此感到恐惧 反而因此 知道了明军 发兵日期 并做好了 战前部署 诺尔哈市 派遣出大量的探子 将其分布在 明边境四周 使他们密切监视 四路大军的 一举一动 面对敌强 我弱的军事状况 诺尔哈市 则听取 降将 李永芳所献之计 平而己路来 我只一路去的方针 集中兵力 以攻为首 逐个击破 以多战赏 等到万历47年 2月21日 杨昊面对 努尔哈市 对自己的警告 无动于衷 京城又不断祭出 催兵的 兵部红色令旗的情况 决定 极日出征 但是 天已连将 暴雪 越渝 大雪 风山 行军困难 四路将领 马林 杜松 与刘廷等人 皆向杨昊建议 推后 禁军的日期 不仅天气恶劣 三人对手底下 军队的战斗力 也产生了质疑 且认为 不该分兵禁军 北陆军统帅马林 甚至向杨昊直言无讳地 劝谏道 现在 我们有这足够优势的兵力 应当合兵一处 指导后金首都 不应该分兵 各自为战 杨昊对于手下人的劝谏 皆置之不理 既不争调 有经验的士兵 也不合兵一处 维持原定计划 决意出兵 并用上方宝剑 赶杀了数位 遇逃跑的将士 自此 明军四路大军 出征赛败 浩浩荡荡地 争跑努尔哈治 明军与后金军之间 又会展开怎样的对决呢 万历四十七年 明军出动十余万大军 兵分四路 进攻后金 对于杨昊 兵分四路的部署 将兵力分派在一个200公里的弧线上 没有指出追攻的重点 甚至各路军队都没有初步的攻击目标 这看似很不合理的军事策略 实际上并不是无敌方式 这一战略的目的 就是使兵力有限的后金 故此之彼 诺尔哈治建立八旗后 以牛路制为基础 平均每一旗有7500人 隶属八旗的总人口可达6万左右 形成了战时可为兵 平时可为农的军政一体制度 实际上 八旗已将统治区域之内的所有男兵 包括了近来 除去老 幼 病 残 负责后勤运输 武器等生产的可作战人口 仅为不到5万人 而此时 明军的总兵力高达后金军两倍之多 如果明军各路配合事宜 金军集中兵力逐鹿击败 全部明军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 即使明军一二路败阵 其他各路如期抵达赫图阿拉 取之易如反掌 这样一来 诺尔哈治在全局上仍然是失败 实际上 分路进兵 何为巨尖的战略部署 是明军剿灭女针所采用的一贯方针 且在过去多次取得胜利 可惜 金石不同以往 诺尔哈赤可不是一般的女针巨球 辽东女针除了北关外 已被诺尔哈赤整合为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 明军用以往的经验 面对后金军诺尔哈赤必然行不通 诺尔哈赤随着探子的禀告 知道了明军四路大军出发的消息 诺尔哈赤亦做出应对策略 诺尔哈赤先是派遣 一万五千八旗将士前往戒藩山运石铸城 戒藩山形势险要 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 也是明军出府顺关到达赫图阿拉的必经之路 戒藩城北是魂河东岸的吉利亚 为戒藩第一险要之处 戒藩城南为扎喀关 为戒藩另一处险要之地 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虎山 据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百余里 过了戒藩之后便是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 因此戒藩地位极度重要 而此时即将抵达萨尔虎的 正是山海关总兵杜松所在的明军主力 也就是西鲁军 此路大军集结了明军一半的火器装备 以及三万大军 杜松率领的西鲁军从沈阳出发 2月28日上午到达辅顺关后天降暴雪 杜松无奈令部队在辅顺关休整 但杜松为人粗满鲁莽脾气火爆 是个急性子 等到当天下午血势稍稍变弱 急功近利的杜松就命令部队冒雪夜行 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 次日抵达浑河岸 殊不知杜松的提早发兵 也为日后埋下苦果 杜松冒雪夜行提早发兵 不仅将其他三陆大军远远地甩在身后 几方参将拱念部 也因火炮等资重过于繁重 被西陆军主力远远地甩在身后 屯于卧魂恶魔 杜松率部到达浑河后 此时摆在西陆军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在萨尔虎山一带 靠山扎营 等待马林所率领的北陆军 合兵后一举进攻戒翻成 另一条就是料定后今想不到 明军可以如此神速地到达萨尔虎 趁后军尚未准备渡过魂河 骑袭藩城 但这条路极为冒险 很容易因为提早出兵 被后今军在萨尔虎各个击破 急于投攻的杜松 自然选择了后者 他将大军一分为二 分两万人携带火器 于萨尔虎山扎营 自己则亲率万人渡过魂河 进攻戒翻成以北的吉林牙 但此时杜松只知 后今军在戒翻成上防御的情报 却未得知后今已经向 借翻大规模调动部队 驻下败亡之祸 一日清晨 杜松拒绝麾下将士 休整待员等待其他三陆大军 以及自身资重部队的建议 认为兵贵神速 战机转瞬即逝 执意率一万精锐步兵渡河 杜松军渡河期间 后今军觉察到了明军的行动 于魂河上游毁坝放水 使河水斗掌 明军被水淹死者甚多 明军锐气大作 明军好不容易上岸 杜松又立即召集部队 攻打吉林牙 但只是攻破了后今两个小兵战 俘获14名后今兵而已 收效甚微 5后 后今援军到达借翻城南的扎喀关 诺尔哈赤令大军进入 毗邻借翻的铁背山上 并依托有力地形 封锁魂河 将两岸明军以魂河为界 一分为二 首尾不能相顾 诺尔哈赤此举 让混合另一头的杜松 进退为谷 无论是自己率领的 一万明军渡河 与萨尔虎大营会合 还是令对岸的 两万明军渡河 到吉林牙山下会合 都必定在渡河时 被后今军阻击 迫于无奈 杜松只得令手下这一万人 继续强攻吉林牙 吉林牙的后今军 依托有力地形展开防御 明军一时之间久攻不下 眼见杜松短时间内 无法攻占吉林牙 后今军在诺尔哈赤的命令下 八旗援军与萨尔虎集合 很快就召集了五旗 共计三万七千人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直逼萨尔虎明军大营 而此时的明军大营 随着杜松带走 万余精锐的步兵 留在大军中的 只有少量的步兵 大多都是骑兵 以及火冲兵 明军将大营 建在萨尔虎山上 本想依靠自上而下的 有力地形进行防御 却是郑重后金军下怀 后金军本就为山中猎户出身 习惯于在群山之中徒步穿梭 清太祖实录 记载了诺尔哈赤 所率领的剑州女真 征服乌拉布的场景 乌拉首领 布战泰 率三万将士列阵一代 诺尔哈赤所率领的剑州女真 在双方距离摆布后 下马布战 双方军队声势浩大 杀气冲天 最终 诺尔哈赤的剑州女真 大破乌拉布 杀死十分之六七 夺取了乌拉城 清太祖实录所记载的这段话 不难看出 早期八旗军的作战方式 他们并不是在马上作战 马匹对于后金军来说 实际上就是代步工具 即通过乘马 进行长距离机动 以节省体力 投入战斗时 则下马布战 此时的诺尔哈赤 后金军中 虽拥有了一定规模的骑兵 但却依旧没有改变 八旗军最早的作战方式 依靠骑兵下马布战为主 毕竟后金人作为山中猎户 说是人军布战精锐 也不为过 后金军拥有数以万计的山地精锐 明军将大营建在山上 给了后金军很好的发挥空间 而萨尔虎的明军 营内布战兵力严重缺乏 明军的骑兵精锐 又无法在骑区的山地中展开 此时 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火冲兵 但明军的火冲兵 此时却有些捉襟见肘 恶劣天气对明军的火冲 造成极大的影响 萨尔虎之战前夕暴雪越鱼 且后金军夜袭军营 明军火器尚来不及检查 等到作战时 仓皇间竟有大量的哑火现象的出现 反观后金军则以冷兵器为主 进攻方式主要靠的还是弓箭 在山地作战时 士族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任意切换射击角度 而且弓箭对阵型的要求 也没火气那么苛刻 弓箭手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射击 即使阵型被冲散 各自为战也能发挥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 作战时间在夜间天色昏暗 明军枪炮发出的火光 反而暴露自己的位置 变成后金军弓箭的火靶子 萨尔虎山上的两万明军 在面对强悍的后金军前毫无招架之力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 明军被后金打得溃不成军 很快萨尔虎军寨丢失 明军将士被屠戮一空 后金军攻克明军的萨尔虎军寨 随即调转枪口 将兵力集结于浑河沿岸 准备一次性吞并整个西路军 自日清晨 后金军在浑河西岸对杜宗部发起总攻 并与吉林崖上的后金军 形成遥相呼应 前后夹击之事 杜宗所率明军 不被受敌且兵力薄弱 乱军之中 主帅杜宗竟被后金军用剑射杀 明军西路军除了屯于 卧魂恶魔的孔念碎部 基本全军覆没 等到杜宗的主力明军战败 明军残军向萨尔虎山 以北逃窜的过程中 遇上了赶来支援的北陆军 北陆军以元开元总兵马林为首 麾下携两万明军将士 北陆军马林从2月28日从静安保出发 2月29日得知西路杜宗军已提早出发 马林为避免战后被追究因缘不及 失期之岁 命部队急忙进军 但还是晚来了一步 3月初二 马林率部刚刚到达魂河 杜宗军在吉利亚被后军围攻战败的消息 也随之传来 马林因西路军的战败而敢恐惧 害怕战败后被问责 亦不敢与诺尔哈赤的后金军 做正面的交锋 且拒绝了部讲山东暗查史 潘宗岩将大军聚拢御敌的提议 一意孤行地将军队分开 转攻为首 马林率北陆军主力 驻扎于萨尔虎西北的上尖崖 利用上尖崖险要的地形 守卫明军大营 潘宗岩率第二路明军 驻守匪分山 并在匪分山上大肆挖掘战壕 将火炮等放置于战壕内 利用战车将自身的营地包围住 参将李希碧 则率军援助留守于 卧魂恶魔湖的西路军杜松资重营的拱面碎部 三军呈起脚之势 严营坚守 希望能抵住后金军的进攻 和等待海西女真北关的援助 三月初三清晨 诺尔哈赤率本部六万大军 围攻马林的北路军 诺尔哈赤见明军又是分兵力营 随即就决定采用老套路各个击破 诺尔哈赤利用本部优势兵力 包围住潘宗岩部以及马林部 在亲自率军与四贝勒皇太极 进攻拱念碎明军大营 击溃第三路明军 杀死明军拱念碎李希碧 全营五千人败末 诺尔哈赤又令二贝勒阿敏 率军冲向马林主营 战斗一开始 明军依靠先进的火冲等 一度压制后金军猛烈攻势 双方的战斗陷入了相持阶段 等到拱念碎李希碧战败消息的传来 马林得知拱念碎营已破 极角之势已知大巨 随即率数千金兵弃营而逃 两军交战 明军主帅出逃导致明军军心浮乱 后金军趁势冲杀 马林军四面溃散而逃 北陆军三大营已失其二 剩下的潘宗岩部独步难撑 只得利用堡垒战车固守 随其 诺尔哈赤集结优势兵力 对潘宗岩营发起决战 在围攻潘宗岩营的作战中 诺尔哈赤为应对明军的战车 将大量的牛羊驱赶到前线 借此冲破明军的战车防线 再以步兵冲锋抵近厮杀 大破潘宗岩军 山东暗查时 潘宗岩意中箭身亡 其死时 古迷之烂 惨不忍睹 明军随着北分山被攻战 北陆军以全军覆没 北关的援军此时正在至中故城 听到明军大败 因为害怕退走 诺尔哈赤收军回赫图阿拉修整 大肆庆祝胜利 处死明军降族 随着杜松马林的身死 明军四路大军已迫其二 诺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 与明军主力的第一次交锋 以大胜而告终 而此时 其他的两路大军 也正在赶往后金首都 赫图阿拉的路上 随着西路军战败消息的传来 其他两路明军与后金军相遇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诺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 又能否延续萨尔虎胜利的势头 冥王朝的命运 又会因为这次战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